说起谢霆锋 大家都知道他与张伯芝的婚姻风波 离婚后张伯芝一人抚养起儿子 本以为两人相爱相恨 不会再有交谈的时候 然而最近谢霆锋却在社交网站上发文说道 想家 原来是由于近日李耀鹏带着窦镜桐和李燕这两个女儿出席燕燃天使基金慈善晚宴 当然王妃也出席了这场晚会 这样的场景在外人眼里看来就是幸福美满的家庭 一家四口欢声笑语让许多人好声羡慕 许多人纷纷表示还是依人看好 这对希望能够再次重合 此时的李耀鹏在众人面前情不自禁的说了一句 还他娘 今晚之美 说完台下的嘉宾都欢呼切业为之鼓掌 仿佛就像回到了从前 李耀鹏初次向王妃告白的场景 这样的称赞不知谢霆锋心里会怎么想 会不会大为吃醋果不其人 谢霆锋就在社交网站上发文称响瞎 然而就这样简单的两个字却意味深长 网友纷纷猜测这到底是想跟哪个家 爸爸的家 妈妈的家 前妻和儿子的家 还是和王妃一起的家 是想念自己的儿子 还是想念张伯之 要说谢霆锋也已经很久没和自己的儿子们联系了 与他们生疏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然而这次又看见王妃与李耀鹏一家人其乐融融 与两个女儿也是交谈宪欢不仅感伤 不知道到底谢霆锋是想要孩子了 还是想念自己的儿子们和曾经的老婆了 网友对于谢霆锋此举持有不同的态度 一部分网友认为王妃与李耀鹏一家人其乐融融冷落了谢霆锋 这时候才想起了张伯之 并且认为谢霆锋的儿子如今也似乎并没有意愿接见这位父亲 大家知道在还未离婚前 谢霆锋就奔波于事业对儿子的关系也是少之又少 这样的情况下也难免不少网友调侃 谢霆锋这时候才想家了 有的网友却不这样认为 更是在底下给谢霆锋留言 希望能够与张伯之复合再续幸福的家庭 虽然谢霆锋曾经认为张伯之不适合做一个妻子 但是近几年来的表现可以看得出张伯之一直在变好 也将儿子照顾得很好 两人要是能够符合也是成就一段佳话 大家是支持谢霆锋跟谁在一起呢 期待和你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